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Voice of Gore Media 今天是2019年9月4号 今天由文峰为大家做新闻简报 首先第一则来自苹果日报新闻 标题是 元朗恐袭建制相事联手 否决元朗去议会成立小组调查721 赴投票记录 元朗站西铁站发生721白衣人恐袭 无差别攻击市民和乘客 元朗去议会日前开会讨论有关问题 结果民主派区议员黄伟贤提出 要求成立检讨721元朗西铁站 白衣暴徒无差别袭击市民的 恐怖袭击事件的工作小组 结果在建制和相视派的联手否决下 议案不获通过 而当日被发现于现场 并声称同遭白衣人打伤的王微信 则投下弃权票 区议员形容721事件犹如恐怖袭击 元朗区议会议员 民主阵线主席曼叶成批评指 白衣人同黑社会结盟 黑社会除代表帮派 亦包括警察 又称警方721放纵白衣人打市民 831就亲手打市民 民主党黄伟贤质疑事件社 警黑合作 会议上黄伟贤提出动议 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同时支持监警会 彻查各界对警察的各项指责 及成立对话平台 不过 议案最终以7票赞成 22票反对 2票弃权 否决有关动议 除了一众建制派和相视派 亦表明反对外 陈思敬及王威信 亦在表决中表示弃权 下一则 苹果日报新闻 标题 4万人续罢工 斥报警如纳粹部队 本报讯 由民间发起的全民三罢集会 前日起一连两日 在金中天马公园举行 呼吁约30个行业的从业员响应 在昨日第二日集会上 集会人士炮轰警方 滥爆及滥捕 形容警察如纳粹部队 罪不容束 有中学生代表一指白色恐怖 已渗入校园 打压学生言论自由 大会宣布左右约4万人参与集会 法律已非保障港人 大部孔教学院 大城和郭珍和郭佩珍中学 有声援罢课的学生被警方推倒 抱嘴血流如注 赖沙书院拒绝学生戴黑色口罩 校外则有防暴搜查 校友随身物品 有中学生代表在台上发言辞职 白色恐怖已慢慢渗入校园 打压学生言论自由 他说 学生都希望就此议题发表声音 为什么做罢课要被你们警察 你们这般走狗打压 赤警方十分可耻 他又说 金月已觉得法律非保障港人 而是保护权贵 更形容警察如纳粹部队罪不容束 这群纳粹部队 警察例行记者会又将事实扭取 将黑说成白 警方又将警棍讲成手臂延伸 推倒他人反指他方 对方自己跌倒 开枪设计又讲成是合理的武力 任职饮食业的曾先生连续两日分别罢工半日 参加集会 他说 庆庆老板开明 过去三度罢工都没有追究 面对警方滥捕 他认同示威者行动升级 不可以再祈求警方停止暴力 不是坐在这里 喊两句口号 这个政权军政府就会倒下的 自由是要靠自己双手打出来 集会于傍晚约六点结束 近千名集会人士 遗失到天华道 政府总部西域入口 对出行人路聚集 声讨在巨型水马后当职的警员 高呼好歹不当差 当差 最混蛋 有示威者 以雷射笔射向解放军总部大楼和警方防线 下一则 是来自Facebook 大律师工会发声明 只在过去数月大量传媒拍摄到警察 在驱散及拘捕示威者时 使用过分武力 包括不合理的释放 催泪弹及禁忌离 向人群肩膀以上位置开枪 部分警员执法时 以偏离警队一贯高质素执法的标准 上星期六晚 太子站内 亦有防暴警察在没有合理的情况下 以暴力对待市民 声明提到 大律师工会的会员 在向被捕人士提供法律支援时 曾在警署遭受多番无理阻挠 令被捕人士未能适时接受 律师及得到法律代表的协助 大律师工会谴责任何警队或警务人员滥用权力 警员作为被赋予公权及拥有具杀伤力武器的纪律部队 面对市民大众或示威者时 都不能使用过分级不必要的武力 工会认为 是只有成立独立级全面的调查委员会 才可挽回社会对警队的信心 下一则来自立场新闻 标题 太子站男子被警制服 一婚迷送院 九龙湾截停巴士带走多人 街方包围骂警 金中三罢集会之后 示威者多驱游走 警方先后在太子站 九龙湾以及黄大仙拘捕多人 有一名年轻男子在太子站大堂 被警员制服 以颈椎受伤失去知觉 未知情况 另外有示威者黄大仙登上一架巴士 巴士齐后在九龙湾被警员截停搜查 带走多人 三中金中三罢集会之后 一度有示威者与警员在特首办外对视 短暂占领龙河道 一批示威者晚上八时许 转站在望角警署外一段太子道西 向警署照射雷射笔 指骂警员 防暴警察在警署正门及平台手持盾牌及防暴枪戒备 有人向警署扔鸡蛋 防暴警员在武警告下开一枪 有救护员指出 有警员离开一枪布袋弹或橡胶子弹 有示威者腿部中枪受伤 之后有一批示威者短暂转站黄大仙 黄大仙站附近早有警员戒备 示威者曾短暂站龙翔道登上一架988市离开 在晚上九十许 该架988市在九龙湾观塘道被警员截停 警员命令车上乘客高举双手 多名年轻乘客被截查 附近街坊不满 道场斥责警员行动 又质问721元朗袭击去哪里了 大批防暴警员其后增援 有社工纸车上至少有两名年轻人 最后有多人被带走 示威者离开黄大仙之后 在黄大仙中心有多名警员行逻 多名防暴警员突然在商场内制服一少年 并将该名少年压在地下制服 据记者所见至少两人被捕 另外年轻男子在太子站大堂被警员制服 以颈椎受伤需固定颈部和配备氧气罩送院 事后由义务救护员指出 伤者当时没有意识 面色苍白 他曾要求现场军装警员解开手扣 但对方不从 拘捕警要还是救人警要呢 下一则来自地场新闻 标题是人心向背 和李飞倒向勇武 经厂机场和你塞之后 大批年轻人未必警察截查 步行回家 期间有千架私家车主动接抗争者回家 夜晚机场高速上密集的车灯 是另一种香港美丽夜景 也是反送中以来香港人香港地 令人为之动容的场景 传说东冲和雨景湾居民 纷纷接抗争者回家过夜 有天文指自己家里接待了30多位青年过夜 年轻人离开时留下感谢信和现金 机场闹事 本来不为很多和李飞接受 毕竟那影响了不少乘客 但事情发展到今日 和李飞也逐渐认同勇武者的抗争方式 正如有一个标语写的 是你们教会我们 和平请愿 没有用 到机场接送的普通香港人 应该都是和李飞 否则他们也去机场了 但等到年轻人可到可能遭遇危险时 这些和李飞却坐不住了 纷纷现身 助一臂之力 解一时危困 他们的心与抗争者连在一起 人心向背 与此可见一般 如果有年轻人在前方为我们挡子弹 我们站在他们身后替他们担心 能力所及时帮他们一把 那是天功地道的 我们还明白事理 知道是非取直 年轻人做的事即使有点出格 但他们怀抱我们共同的理想 逆腔热血 感天动地 他们的抗争方式 比起政府黑警 已经相当克制 至少他们还没有手执凶器 冲入车厢 无差别打人 至少他们和黑社会 还保持不共戴天的姿态 政府施暴 民间抗暴 施暴去到什么地步 抗暴也去到什么地步 这也是天功地道的 否则只有政府施暴 没有人民抗暴 这还成什么世道 这样的世道还要来做什么 有一个视频拍到警方速龙队经过商场 全场喝倒彩 而另一个视频拍到黑衣青年经过商场 全场家道欢迎 鼓掌加油 人心向背 一目了然 很简单 问自己一句 你看到这种场面 内心会不会被触动 会不会有一刻 你想去拥抱年轻人 跟他们说 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要保护好自己 你们的日子还很长 你会去拥抱一下林郑月娥 说她辛苦了吗 近日有报道 说林郑在内部对商人说 只要有可能 她会选择辞职 我想告诉林郑 世上没有你想辞职 老板不同意 你就走不成这种事 只在乎你辞职的决心有多强烈 古时为官 如正生好 离任前 百姓会送万人传 给她遮风雨 如正生不好 为害百姓 百姓会送纸船 咒她此去 不得好死 人心向背 由此可见一斑 下一则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 通讯出版新闻言论自由 香港启动 无报告下 聆讯审议程序 迫使港府在香港事态进一步恶化成人道灾难之前 尽早正视一切倒退中的人权问题 民政联署行动 以限其港府提交持交的人权报告 促请联合国及时审议香港人权倒退状况为主题 声明指出 香港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有责任定期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 提交报告 交代本港人权状况 港府本应在去年3月30日提交第四份报告 为限期已过一年半 港府仍未交报告 以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 无法安排召开会议 聆讯审议及监察香港如何落实公约保障的公民和政治权利 下一则新闻 地场新闻 标题是 记写谴责警方推撞闹新闻记者 警方称受伤记者已投诉故未能披露详情 昨晚警方于望角警署外驱散群众期间 推导闹闹新闻台 摄影师 摄影师受伤送愿 警方 近日于例行记者会上称 由于该记者已投诉进入投诉机制 故未能做详细交代 记协发声指明 对警方针对记者施习极度愤慨 并严厉谴责警方践踏新闻自由 下一则新闻标题 网传港警太子战打死多人 尸体密宋停尸间 2019年9月2日训 香港反送中示威者831自由行 遭遇港警恐怖袭击 自疯狂镇压 速龙小队夜晚冲进港铁太子战车厢内 无差别暴打市民及抓人 急救援形容事件犹如 尸杀列车 有知情医生称 当晚港警在太子战打人 造成几名示威者死亡案例 目前 尸首已秘密送至医院停尸间 有香港医护人员表示 8月31日 有几名示威者被警方暴打致死 现已秘密送至停尸间 他表示 希望该消息能够得到官方证实 截至9月2日凌晨 香港太子战仍然落闸 停止阻止民众进入 香港太子战仍然落闸 阻止民众进入 许多港人自发前往太子战 在封闭闸门前献上花束 有示威者称 他有朋友两日多毫无音讯 极其担心下落 呼吁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以上是2019年9月4号的新闻简报